巴西大林佛 翅膀 怎麼會在Cars裡面有這種東西呢 千萬不要去Google 藍色雞雞頭 豆腐貓喔 Holly Sherry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erry 大家應該都覺得 迪士尼是合家觀賞的節目吧 但是你們知道 迪士尼其實在很多台詞啊 或是劇情 或者是畫面裡面 都摻雜了很多 瑟瑟的成人彩蛋 喔喔喔 沒錯 那我們今天要來Holly Share的就是 16個長大後才懂的 迪士尼彩蛋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按置頂留言的連結 逛逛Jeky Wu 吸盤防水藍牙喇叭 我要先跟大家講好 你們一定要大開眼界的心理準備 然後未成年的 你就直接先把影片關掉 謝謝佩盒 再繼續看下去 我就跟你媽媽講 因為我本人其實在 在搜集這些資料的時候 也是整個shock到不行 我沒有想過 我小時候看的那些動畫裡面 竟然有這些成人梗耶 What the 好啦 那第一個呢 我要講的是 動畫裡面有一幕是閃電麥坤 在他的保姆車上面 要連夜趕去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經過一個休息站的時候 可以看到大的招牌 下面有另外一個小招牌 上面就寫著 convertible waitresses 那convertible就是敞篷車 然後waitresses 就是女服務生的意思 所以翻成中文呢 就是所有的女服務生 都是敞篷車 啊這是什麼意思勒 他其實就是在暗示 這邊的女服務生 上面都沒有穿衣服哦 噢 OMG 以為招牌這麼小一個沒有人看得到嗎 網友的勢力都很好 但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迪士尼他們的動畫就是 連背景都有很多 你可以值得去看一下 什麼叫的小太太 對啊 再來呢第二集的Cars真的是 正進包 我真的不應該去查這個的意思是什麼 我真的 大崩潰 怎麼會在Cars裡面有這種東西呢 第二集的Cars有一幕畫面 是一群老廢車聚集在一間房間裡面 然後這些都是很老的舊車 但是重點是中間的桌上滿滿的檸檬 就連旁邊的裝飾品也都是檸檬 據說這個就是在暗示檸檬派對 啊什麼是檸檬派對呢 我就只跟你們說幾個關鍵字 你們稍微懂就好 千萬不要去Google 關鍵字就是 一群老男人 然後 光溜溜 就這樣 這樣應該懂意思吧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啦 可能就是泡湯之類的 那在看下去之前呢 先來跟你們推薦 Jackie Wood的防水藍牙喇叭 我們其實已經介紹過很多次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蠻好用 而且很方便 因為它除了防水防塵 還有吸盤可以到處吸 在廚房做菜的時候啊 或者是洗澡的時候 都可以黏在牆壁上 真的是超方便的 然後像我本身自己出去玩也都會帶著 然後在民宿啊 或者是在車上都會用它放音樂 而且一組兩顆聽起來聲音的立體感 真的是超猛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 置頂留言的連結結帳時輸入TEP啊 就可以享有限輒200的優惠唷 耶那接下來要來講的是 迪士尼動畫阿拉丁 阿拉丁最愛開玩笑的就是那隻藍色的精靈了 而且他不只愛開玩笑 還喜歡講大人才聽得懂的話 像是有一幕他在跟魔毯碎碎唸的時候 雖然碎碎唸的聲音蠻小聲 但是還是可以隱約聽到他說 乖的年輕人會把衣服脫掉 What the I'm not alone I'm not alone So how's our little bow do it I'm not alone I'm not alone Good fingers Take off I'm not alone Good fingers Take off Good fingers Take off I'm not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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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阿拉丁跟茉莉要結婚的時候 因為婚禮遭到大象的襲擊 所以整座皇宮一直劇烈搖晃 然後結果神燈精靈就說 我以為地球只有在蜜月的時候才會震動 大家應該懂他的意思吧 I thought the earth wasn't supposed to move until the honey moon 動法囉 接下來是動物方程式 沒想到這麼可愛的動物方程式也上榜吧 那在這部動畫裡面 有一幕是兔子豬弟在開發單的時候 卻要忍一下自己的算數 然後滔滔不絕的講了一大串話 200 dollars a day 365 days a year since you were 12 that's two decades so times 20 which is one million four hundred sixty thousand 體重裡面有一句翻成中文的意思是 雖然我只是笨兔子 但是文會懲罰喔 I mean I am just a dumb bunny but we are get it multiplying 講完之後看到尼克的表情 就知道這句話不單純 因為其實英文的懲罰也有繁殖的意思 所以大人就會聽成 雖然我只是笨兔子 但是我會繁殖喔 聽到警察對你這樣子講 應該是可以高騷擾了吧 接下來是料理鼠王 當男主角小玲 想要試著跟樂樂說明他的點子 其實都是來自他頭上的那隻老鼠的時候 因為他一時還是不敢誠實的講出來 所以就字字巫巫的說 呃我有這個小小的很小的 然後下一秒女主角就看著他下面一眼 果然是只有大人才會懂得眼神 算是蠻幽默的啦 -我有這個小的 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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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吃 下一個是冰雪奇緣 沒想到冰雪奇緣也會有 竟然大人才聽得懂台詞吧 就在阿克在瘋狂問安娜 有關他未婚婦的一堆問題的時候 其中就有一題是問腳的大小 然後安娜就回答 腳的大小不重要啦 看到這邊老司機應該會會心一笑吧 因為有一些刻板的觀念 會覺得腳的大小跟男生那邊的大小有點關係啦 -他最喜歡的食物? - 蛋糕! - 最好的朋友的名字? - 可能是John - 眼色 - 夢幻 - 腳尺寸 - 腳尺寸不重要 那下一個也就是變身國王 當高剛在睡覺的時候 這個畫面看起來很可愛很溫馨 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什麼地方貴貴的呢? 男生應該都知道這個小帳篷為什麼要放在這裡吧 或者是小時候看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長大之後才發現 喔~~放在那邊是有原因的 - 蛋糕! - 什麼? - 噢~~ - 他的胸部應該要放在這裡吧 再來第九格就是小美人魚的城堡 這個應該蠻多人知道的吧 就是那個 GOLDENGG城堡 那關於這座城堡的傳言呢 聽說是一位不滿被解僱的員工化的 但是事實的真相是什麼也沒有人知道 不過我第一次意識到它是一個GOLDENGG城堡的時候 我也是整個超驚訝的 沒想到我小時候看的動畫就這麼數八鏡啊 接下來的動畫大力士 一樣也是跟GG有關 不過是藍色GG頭 這個真的太母湯了 都沒有人發現那個長得很怪嗎 你看像蠟筆小星被媽媽揍的頂多 就躲一包他就直接這樣變長的 藍色GG一樣 再來就是經典的玩具總動員了 這個我覺得比較沒有這麼赤裸啦 有一幕是巴斯光年在稱讚翠絲 然後家裡的狗狗突然內急想要上廁所 然後翠絲就很帥氣的一個飛衝過去幫狗狗開門 然後巴斯光年看到這帥氣的螢幕超心動 然後翅膀整個彈開 看來巴斯光年興奮的地方在翅膀啊 等一下宇宙好害無敵 然後再來第三集裡面還有一句比較性暗式的台詞 當蛋頭太太跟熊豹哥在鬥著的時候 因為蛋頭太太一直念一直念 所以熊豹哥就把他的嘴巴拔掉 這時候蛋頭先生才發生說 除了我以外誰都不准用我老婆的嘴巴 果然是大人才聽得懂的梗啊 我有超過30兵器 而且我得到更多尊重 啊 那比較好 嘿 沒有人拿到我的嘴巴 除了我 接下來在救難小英雄的這幕畫面中的某個窗戶裡 竟然有一個沒穿衣服的女生啊 看第一次應該都看不太到 一定要放很慢很慢才會看得到那個女生 那這個畫面被發現之後呢 迪士尼還緊急召回了340萬卷DVD喔 我耳懷仔細去看每一個窗戶裡面的東西 就只有這個窗戶裡面的東西 其他都是像旁邊的那種黃色的那一種 那接下來沒想到灰姑娘也上榜啊 就在小老鼠們不小心把珍珠項鍊用傘的時候 傑克就把那些三落一地的珍珠串進葛四的尾巴上 這個看似可愛的畫面在大人眼裡看起來並不是這樣的 我也是問了很多人才知道這個背後的含義 簡單來說就是看起來像某種 用具 用具 那接下來在小鹿班比裡面也有很多性暗示 像是被埋在雪堆裡的這一幕 還有班比第一次在結冰的湖上站不起來 父子好友不停的幫他喬好腳的位置的姿勢 都讓網友我們內心有不同的遐想啊 然後還有同樣是在小鹿班比裡面 母臭幼聽了公的臭幼瑜伽 然後公的臭幼就整個沖斜變紅色還整個變硬 相信你們應該都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嘿嘿嘿嘿嘿 我小時候看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沒想到現在長大之後看就 不單純 那最後一個呢就是經典的動畫 獅子王的海報了 這張海報被很多人覺得天空中的獅子 看起來就很像一個只有穿內褲的女生 不得不說真的是有點像啦 網友的想像力真的是很豐富欸 那看完以上這些是不是都大開眼界了 有沒有童年被崩壞的感覺 沒想到我們小時候看的動畫 竟然都藏了這些大人梗 好啦以上這幾幕哪一幕你覺得最吃驚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也請按右手角訂閱我們 或者是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我的生活影片也可以追蹤我的IG 有抽獎喔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掰掰 哈 藍色的雞雞頭 哈哈哈 不要亂Google捏 所以我就說不要去Google啊 你幹嘛去Google 哈哈哈